丽山区以血阴边 霸夜争藤绿九泉 种下绝无藏笔客 何须兵马俑三千 热爱旅游的朋友们都知道 西安是一座古城 而这座古城最出名的 莫过于秦始皇陵中 那一排又一排的兵马俑了 据说 这些兵马俑的兵马俑 兵马俑神态各异 长相也各有所长 竟没有一对是一模一样的 这不仅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更多的是引起了游客们的好奇 可有件事大家不一定知道 那就是在一开始发掘的时候 这些兵马俑并不是土桃色的 而是色彩缤纷的 不仅如此 在后期的研究过程中 专家们还发现 在兵马俑上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还是先从兵马俑的制作说起 秦王扫路河 虎视和雄在 秦始皇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战略家 改革家 为什么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呢 因为在勤灭六国一统天下后 嬴政认为自己 德奸三皇 公国五帝 何称皇帝 因为是历史上第一人 又称 始皇帝 在统一六国后 开始设立三公九卿来帮助其管理国家 书同本 车同轨 统一货币 度两横 让中国在历史上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一统 除此之外 又修建了万里长城 用来抵御外来入侵 但是到了晚年 秦始皇开始为了长生不老 开始广招道士大死炼丹 甚至派徐福代同男同女东渡寻仙 用现代人的知识 看秦始皇当时吃的丹药重金属严重超标 说是金属球都不过分 久而久之 秦始皇感觉自己长生无望了 便领人开始建造兵马俑和地下皇陵 想要让自己在地府依旧可以掌管一切 就这样成千上万的兵马俑工人赶工出来 放在了秦始皇墓中 秦始皇死后 这些兵马俑陪伴他度过了千年的弟弟岁月 他们就像真正的士兵那样 守护着秦始皇陵 1974年3月 我国发现兵马俑的存在 并在1987年被世界遗产名录收录 被称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通过兵马俑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国历史 我国现已经出土的兵马俑 已经有七千多件 均在我国西安被挖掘出来 从1974年发现到1977年间 共挖掘出四个兵马俑坑 一号坑出土身穿战袍的战士俑 二百亿十人 其余前后成列 左右成形 二号坑出土的陶俑陶马 有一千三百多件 战车八十余辆 还有成千上万的青铜兵器 而且在二号坑中首次发现将军俑 安马俑和贵兹舍俑 三号坑共计出土兵马俑六十八个 多是由南北乡房 车马房组成 四号坑则是有坑无勇 只有回田的泥土 据推测 是因为秦末农民起义等原因为建成 我国在利用兵马俑研究中国历史 取得一定成果后 在一号坑纸上建成了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 向广大旅游者开放 曾经的始皇陵 可以说是踏破铁 邪无秘处 而如今的我们 只需要花一百二十元 就可以领略到秦始皇陵的风采 和千年前古人的智慧 在见识过兵马俑的真容后 很多人认为 秦朝时工艺太落后 虽然可以将年土烧制成为人俑 但是连一点颜色都没有 尤其是对比之后的唐三彩 青花瓷等工艺品之后 兵马俑实在显得有些不上档次 一点都没有可比性 其实在刚刚出土时 兵马俑是有颜色的 但是为什么被我们所看到的 却都没有颜色了呢 这还要追溯到1974年 我们挖掘到兵马俑的那一年 1974年3月 正是春耕忙碌的时候 当时 陕西省西安市林同县西阳村 为了解决村子用水问题 便集体决定挖一口水井用来供水 而就是这个决定 让埋藏千年的兵马俑重见天日 就在村民们热火朝天地挖水井时 无意间发现了不少的桃涌碎片 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陕西省是我国古墓村为最多的省份 西安周围的古墓也是数不胜数 所以村民发现碎片后 便没有多余的动作 立刻安排人去报告上级 还找人将现场保护起来 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袁仲 当年还是一位考古工作者 在他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不敢耽搁 用最快的速度整装出发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 并组织人员进行挖掘工作 据元老回忆 当时刚刚出土的兵马俑身上 颜色分明 考古工作人员分析 颜色有可能来自一些稀有的食材研磨而成 或者是其他什么物质 才能保证这么经历多年依旧鲜艳 可就在大家感叹 古人的智慧与工艺的时候 兵马俑的颜色很快就消失不见 表皮开始脱落 不一会儿就从彩色的桃涌变成了现在乌涂涂的样子 此时 距离兵马俑出土 仅仅过去十几秒钟 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工作人员们 还没有来得及拍照 颜色就已经消失了 每当提到此处 元老都会深深懊悔 自己当时考虑的还是不够周全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事后 我国科研人员也是将兵马俑 搬到了实验室之中 对其做起详细的检查工作 最后还是在显微镜的帮助下 发现了一丝丝的端倪 就在通过电子显微镜的高度放大之后 在兵马俑的身上 竟然出现了 一朵朵形态各异的白色 花朵 而这种物质在被提取 送简 化验之后 终于包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原来这朵朵的白色小花朵 就是霉菌包子 经过了上千年的时间 它们已经覆盖到每一个兵马俑的身上 一点一点地渗透到每一个兵马俑的内部 在地下被掩埋的是 因为空气稀薄还没有什么 一旦重见天日 与空气充分接触后 它们便开始大肆破坏兵马俑 所以这些霉菌就是导致原本色彩鲜艳的兵马俑 变回土色的原因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考古工作者们懊悔不已 其实 对于兵马俑褪色事件 我们没有办法去责怪谁 也不会去责怪谁 比起责难 我们更多感受到的 可能是惋惜 因为当时的科技和理论知识 都还停留在基础水平 保护手段 也没有现在这样先进 所以 无法给后世呈现完美的兵马俑 但是 通过这件事情的发生 对我们后期考古工作的开展 敲响了警钟 无论是考古挖掘 还是文物保护 我们都会打起十二分精神去对待 现如今 我们国家日益壮大 科技水平突飞猛进 自此之后 我们再次面对类似事件 肯定会处理得更加完善 为国家 为人民 保留更多的历史色彩 兵马俑中 由一尊至今没法用科学解释 甚至被禁止出国展览 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绿面俑 引发了人们对其特殊性的研究 这具兵马俑的面部呈现绿色 与其他兵马俑的淡粉色面部 形成鲜明对比 绿面俑的姿势 也与其他兵马俑不同 处于贵舍状态 由于其独特性和价值 绿面俑被国家禁止出国展览 并收藏在陕西历史部无关 然而 至今为止 关于绿面俑的身份和面部呈绿色的原因 仍然存在许多谜团 专家们提出了各种猜测和解释 但没有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说法 绿面俑的身份可能与古代军队中负责祭祀和占卜的人员有关 或者是代表野战兵 关于面部呈绿色的原因 一种说法是氧化反应导致颜料褪色 另一种说法是为了恐吓敌人 然而 这些解释都存在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来揭示真相 绿面俑的存在还揭示了秦始皇陵中 可能存在着许多未知的秘密 我们仍然需要更多时间和努力去探索 对于秦始皇陵的地宫等未被完全探索的区域 我们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绿面俑的谜团也可能会逐渐解开 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绿面俑 引发了人们对其身份和面部呈绿色原因的研究 尽管有许多猜测和解释 但至今仍未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绿面俑的存在也揭示了秦始皇陵中 可能隐藏着许多未知的秘密 对于秦始皇陵的未被完全探索的地宫等地区 我们仍需要更多时间和努力去发掘 对于绿面俑的身份和面部呈绿色的原因 我们仍然只能继续探索和寻找 期待能够揭示真相 绿面俑的存在 说明秦始皇陵中还有着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他们或许深埋在陵墓中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而且秦始皇陵从发现到今天 已经差不多有五十年了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将它完全探索 比如秦始皇陵的地宫 也就是说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 说不定我们会在某个角落有新的发现 绿面俑的谜团说不定也会迎刃而解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